嗨大家好我是Dennis 那我跟Karen今天晚上 為什麼會跑到兒童樂園來呢 我們今天拿到我們最新的S22的手機 就是要帶著大家來測試一下 我們夜間拍攝的能力 走我們一起走 一開始就先用我們的人像 來做夜間人像錄影的拍攝 首先呢開啟我們下面畫面 下面有個夜間人像 對 好我們再拍一張 你可以這樣子 對低一點 好我可以抓個角度 讓他好像就在摸摸天輪的感覺 一二三 好那我們剛剛拍完這個景點之後 我們接下來想找 下一個場景來做拍攝 那其實 S22這次在拍攝的過程中 發覺剛才在景深表現上 這次的閃景 油膠效果啊 還有他要處理的周邊的細節 跟前一代比起來的真的好太多了 接下來我們往下一個景點走 那我們來等一下就看一下 我們下一個場景 所拍攝出來的照片會是如何呢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場景 是我們的旋轉木馬 可以透過我們的夜間人像 讓旋轉木馬後面的背景會變得更加的漂亮 有那種閃剪的效果 所以這時候一樣打開相機之後 點選人像 點選人像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藉由人像的表現 將景深抓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對焦 對在Karen的臉上 稍微調整一下亮度 好 來下一個 很好多擺幾個 對 好那我們換另外一個側 側形 好就這樣可以 兩隻手搭在上面 好 好 然後頭可以往我這邊看 往這邊頭往這邊 你做一個俏皮一點 就在前面這裡 可是你要這樣子 扭一下就是 動作肢體誇張一點 S22不但在畫質上有優異的表現 人像的模式上 有非常漂亮的景深效果之外呢 這次在夜間的拍攝能力上 也做了非常棒的一個提升 透過我們最新的感光元件 加上4nm的AP 透過影像疊合技術 讓我們原本的吸光效果 從原本1.8μm提升到2.4μm 所以在夜間拍攝的時候 可以獲得更清晰的照片 加上降低噪點的照片 所以我們一起來試一下吧 那接下來我們進到更多模式裡面去 開啟夜間的功能 這時候呢 相機就會自動判斷說 這個場景我們需要拍攝多久的時間 它在右上方有顯示說4秒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拍它去 然後手持穩定的拿4秒 這樣就可以獲得 我們非常明亮的夜間的照片 我們剛才在摩天堂那邊 我發覺好像還是有點亮 這次我想嘗試更暗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我找一個更暗的環境 那我們一樣開啟我們相機 一樣開啟夜間的效果 點選超廣角 一樣它的右上方 等一下會有4秒的時間 可是我想說想要讓它再亮一點 所以等一下4秒之後 它會有一個自動跟最大秒數 這次我換到最大秒數 我們來看一下它最大來到8秒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就直接手持拍攝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個場景 那這個場景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最深厚 有一個很長很長的一個木栈道 然後樹上有很多很多漂亮的花燈 吊飾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我們人像影片 來拍攝一段就是 Karen在走這罐木栈道的 一些精彩的畫面跟影片 好那我們就實際操作來看看囉 拍攝我們的相機 更多裡面有一個人像影片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柔膠 第二個是我們的閃景 然後我們的抽色 以及我們的雜訊 柔膠的部分就是在呈現上呢 它就會呈現出比較自然 比較柔和的背景效果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玩強烈一點的話 你想讓它閃景更明顯 哇可以藉由這個的調整 讓我們的背景的閃景效果 會更加明顯 這個後面這個星星的閃景 有沒有特別漂亮 這個效果其實是還蠻明顯的 你覺得是有一點 要做到的 我們想要按摩 我會忘記一下 你覺得是可以的 我們想要做的 一些方法 可以選擇 我們來選擇 音乐 你看 你看其實這次影片拍攝出來的效果其實還不錯 人物凸顯也很明確 加上這次因為我們有OIS光學防手震 加上AI的VDIS 所以整體的穩定度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整體你看這樣上下在晃動啊 左右晃動這個畫質非常的清晰 等一下影片再傳給你 好跟我們其實也玩了一段時間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檢視一下照片 然後其實我剛有看到有一張照片其實還不錯 可是後面有一個小朋友跑進來了 那這個其實有一個功能還蠻好用 就是物件橡皮擦 對點進去之後 這裡會有一個物件橡皮擦的功能 點下去之後 你可以把後面這個小朋友點下去 然後按清除 它就被清掉了 太厲害了吧 對而且清得很乾淨這次 那你按一下完成 這個照片其實就搞定了 有沒有 哇這個弟弟好像沒有存在過一樣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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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們的S20 ultra夜間拍攝的小技巧 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